每一次的事件都是我们检讨更优化的时机 那所以有效的解决问题比发生问题一样重要 发生问题解决其实很重要 那的确是跟其他都我们都一样的配置比例 那可能就是过去因为它本身发生的几率 因为政府资源是有限的 所以一类部署的时候也看到它发生几率 然后配备多少 因为究竟包括各个机关它的设备它是有一定的 不是预算是没问题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它会按照一定比例 所以不是只有台中市六度都这样子 不过我们要做的比别人更好 更预防更安全 所以刚才在捷运这边 我已经指示他们去检讨 像对讲机这种东西无关系 不是临时停车嘛 对讲机让它灵敏一点没关系 就是让它只要碰到就可以启动 不要等三秒 跟零点一秒它就可以启动 应该这样子做 那第二个呢 在捷运警察这边 那当然六度是这样配 我们可以比别人配多一点 所以就拜托警察局回去研究提报 怎么样的部署让警察同仁能够更快速 更有效率的去执行他的勤务 动用二倍金我相信议员也会支持 所以麻烦警察局回去研究提报 应该怎么样去加强配置 我们配的比别人多没有关系 刚才我们那个机器比别人灵敏没有关系 因为一般的机器它会有一个是防 就是说乱案 防误处 第二个是防呆 那没有关系 我们这种东西是比别人灵敏 那这个警察的捷运的交通工具 因为它跟一般的那种派出所分局不一样 派出所分局都在平地上 所以老实讲 他怎么样方式 他都可能都有办法掉拨到用 可是这个捷运 我觉得他有他的 捷运警察有他的特性 所以看他可能的比例要更高一点 那最重要是什么呢 第一个让所有的这个捷运警察 他可以在第一时间发挥他的功能 第二个是什么 民众会安心嘛 我们台中市的捷运的相关的人员设备 都比其他的都还要高 我们感觉这样做可以开刷钱 不然是中间的最白坏了 那但是呢我们还是要做 所以我两天天我就在这边 因为我们昨天才发生 那今天不断在应变中 那议员就是提出了 就是我觉得都是很好的建议 大家集思广义 怎么样做得更好 所以有关这话就拜托警察局回去研究 来提报 那我们来解决财务上问题 谢谢 谢谢市长 这就是我们要的市长 我也希望就是 谢谢医院提到一个问题 有时候你事情做到到位 或者设备好 人员也不错 但是有时候是个心理的问题了 我完全可以理解这段时间 对于捷运或一些公共场合的恐惧 我完全可以理解 所以我们怎么样去建制民众 在这方面的信心很重要 就像我们从上次终结事件发生以后 我们也花了一年多左右的时间 才把病量恢复到他之前的比他还高 就是建立那个信心很重要 所以我刚才做的这两个财势 都是希望迅速的让市民朋友看到 我们会比别人更多更到位更好 那同样的我也要呼吁我们市民朋友 利用何树议员的这个时间 这是个案 我相信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嫌犯他的来源 不是单单代中的嘛 那也不是他有什么样的 他纯粹真的是一个突发的个案 那不要因为这样子影响了 对大众运输工具的一个信心 那我们会做到更到位 更超前更多来安民众的心 但是同时也呼吁我们的市民朋友 不用因为个案而影响到 谢谢 我们按下去这个按钮后 你的中控可以看到吗 按下去之后 行控中心接到这个讯号 他画面马上可以看出来 按多久才可以看得到 基本上大概要 按下去之后 等到无线电通年建立起来 大概到两到三秒钟 两到三秒 车厢多大 我们的车厢啦 车厢二十几公尺 有几个按钮 一个车厢有四个按钮 四个按钮 两节车厢有八个按钮 二三十公尺的话 用走的 从这里走到我们的市長那样 没那么长 搞不好不用五秒 我如果真的是一个杀人狂的话 我第一时间我不会选择去按了 你听得懂吗 我还在那二三秒 我你去的时候要看 但是我会担心什么 杀人猛会不会从我后面就直接来了 你知不知道记者 人家中午去市二十秒才二会通 这到底发生什么事 你知道吗 记者昨天下午有去按 这个这件事情你知道吗 我有看到 你觉得呢 系统没问题 基本上 这个时间过长 这个是一个不正常的现象 我们昨天晚上有漏夜测试 中井已经在开始到 上一次的捷运 也是我们的总组组织遇到 这次也是又赴到 都没有配套 本来你准备要撤站了 本来这些 我们的捷运警察 要撤了不是吗 要准备不用车厢在那边等了 随车人员 对啊 现在呢 现在我们是用 机动的保全 在机动的巡逻 可是我今天有看到 照片说警察已经站在车厢里面了 我们也感谢 警察今天已经开始 全面在车站跟车厢都有 这样捷运警察要干嘛 捷运警察当时是不是发生 时间点之道了 他是不是要赶去现场 他怎么去 捷运警察后来也赶到了 怎么去 你知道他怎么去的吗 我有看到是坐机电车去的 你觉得合理吗 因为市政府在 我们已经实施过站不停 所以说捷运警察的话 他必须用路面交通工具到市政府站 都没车厢啊 我们都没有配摩托车给他们吗 没有机动可以去配摩托车 让他轻轻吗 为什么我们警方已经到了 你们捷运警察还没有到 我不了解说 因为我们同时通知捷运警察 还有辖区的警察 发言那个 捷运警察的部分我来做说明 跟议员报告 我们18个捷运站 目前是 只有4个捷运站有配机车 是预制机车的 那当天发生这个事情以后 我们同时搭计程车去 那这个部分 我们其实跟各都的捷运队 都是一样的做法 都是一样的做法 就是捷运没办法通车的时候 马上要下站体 然后你可以骑警用机车 如果有预制的话 征用民车 或者搭乘 计程车的方式 赶赴下一个现场 我知道啦 但是就是我们觉得说 我丹击车来到我这 你们的当地警察已经到了 捷运警察才到了 跟议员报告 我现在我知道你的意思 总是有道 但是我的立场是什么 捷运群应该要配摩托车 他那隔整台都没关系啦 了解了解 这一步我们跟捷运群 我们想要讨论的 我们不是希望说意外发生 就还没发生 我们可以怎么做 那一车要整十秒 我跟他拼好了 赶在有时代的英雄 谢谢你们 谢谢你们 你们有帮到忙 捷运拜托的啦 当市长 是 这给我们董事一下 是 有时候我们真的 我们会怕啦 当时又发生 我们不知道啦 因为这是意外 吼